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他人的贵人 帮帮妈妈 帮帮父亲 你这样帮一帮的话 其实你累积了很多的好能量 当你帮的人家多的时候 大家总会觉得欠你一些东西 就算改天你不开口的话 人家都会伸出援手来帮助你 所以要得到贵人的青睐 首先要成为他人的贵人 好 当然我们真的 不管是今年 明年还是后年 每一年都应该给自己明确的目标 当你有目标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需要哪一方面的知识 哪一方面的帮助 那因为你清楚的知道之后 你才会往那一方面去找对的老师 有经验的人 去跟你分享你所需要的知识 好 那至于在凶星方面 新的一年里面 有这个晦气以及天空 那这两颗凶星 它会影响我们在新的一年的目标 也许会有一些障碍 如果没有好好地处理 可能会无法如常所愿意志消沉 为了避免这方面的事情发生 这里又有一个策略 让我们来处理一下 这个晦气以及天空 那就是拟定了大目标之后 一定要有小目标 那通过小目标 达成小目标之后 才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 达成我们的中目标 以及大目标 这样一来 你所设定的目标 就不会到头来一场空了 好 那还有两颗星要特别注意的 那就是闲词加桃花 那闲词也有那个 hamsab的意思了 所以也代表说 新的一年里面 容易有桃花节 而且还有雾水情缘 那如果处理不当的话 容易陷入男女关系里面的困境 所以这一年你应该懂得如何去避嫌 那如果已经有了固定的伴侣的话呢 要与其他的异性保持适当的距离 行为上要有所分寸 别过度的亲密啦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都说 哎呀我们是buddy啦 所以就跟异性啊 好像有一个打打骂骂 这样子打来打去的这种行为 但是啊总之今年呢 就应该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啦 以免受到这个桃花节 以及是非的影响 给属兔的朋友的十六次真言 就是急运哼痛 发愤兔强 节省自爱 贵人出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